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功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因为可以帮助和接触更多的人 我性格也慢慢变得外向一点 甚至做了三个高中学生组织的主席 让我有机会学习和发展我的领导才能 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和经验 也对我印象伤人 因为父母做餐馆的关系 他们没什么时间陪我和弟弟妹妹 很多时候弟弟妹妹都是由我来管和接送 很多学习和生活方面也都由我自己处理 慢慢练就了我独立自主的性格 另外这些年看着父母在餐馆里的努力 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做很多事情就和实习一样 要跪在坚持 不要轻言放弃 努力去达成你的梦想 高中虽然只是人生旅程中的一段 但确实让我收获良多 让我独立和成长了不少 最后我要感谢基金会给了我这个奖学金 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未来我希望我也能实业有成 回馈社会 谢谢